只要天然災難以外 就是人禍的也是造成了災情 幾天前我們還在提起 國際接難的事情 那都是我們要救助的對象 又看到了西里亞到底什麼時候能平息 看到了一些孩子真正的無辜 孩子的死亡 傷害 所以也是很慘 這種的化學的攻擊很慘 難民還在不斷地增加 想到現在流落不同的國度 他們已經幾年了 回家不得 苦難的多 無以溫長田 慈善不止停在 供應物資 最重要的 導向善良 因為一切的苦難都是從心開始 我們還要輔導心靈 都要同一個方向 那就是善 那就是和平的愛 那就是和平的愛